边听边练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好 我们的胯 尤其是点胯要向后收 来 大家看一下我的侧面 准备 看 胯要向后 你看 向你的左后方这个位置去收 看 这个位置去收胯 那么你只有收胯了 在后面我讲肌球的时候 你才能够体会到顶胯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一个胯的转换 脚下的转换 但是我们脚下转了 是不是身体应该怎么样 看我的腰 我的肩膀 我的腰和肩膀 它不是单纯的个体 你看 它不是单纯的这么去转 那么我知道很多球友们现在打球 可能认为转腰是不是就是这么大 那么我怎么就拉不起来呢 那一道下旋拉就是这种由下向上拔 对不对 那么呢 所以说我们学了刚刚的脚下之后 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完完全全 可以跟着 看 我们的下半身 看 跟随我们的下半身 向你的后下方 下旋拉球不只是后方 是要向后下方 看 是向你的后下方 身体跟随你脚下的重心 向后下方进行转换引拍啊 那么呢 这个引拍的位置 大家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引拍的位置呢 是在你边身体 看 边跟着脚下的同时 你的手 看 也是跟随身体 但是啊 这个时候它不是大臂去 看 不是大臂啊 去用力 而是怎么样 前臂 跟随身体 前臂它是有一个向后下方展开的动作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引拍 是不是 再来看 引拍啊 是向你的后下方 有展开的动作啊 那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啊 在引拍的环节 第二点 那么引拍环节 第一点 最关键的是 脚前脚掌打开 要收跨 但是身体的引拍啊 手上的引拍 第二点是 身体带动手引拍的同时 前臂要向后下方打开 如果说大家呢 现在啊 脚下能做了 身体也做了 但是在引拍的时候 你看 你这么去引拍 你还是怎么样 推肩膀 对不对 下旋球同样是拉不上啊 所以说呢 在引拍的时候 前臂的外展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呢 在展开的时候 大家来看啊 那么很多球呢 容易出现一个小的误区 是什么样子的呢 看 是你的前臂和大臂 形成了一条直线啊 就是说为什么会形成一条直线 就是说你在引拍的时候 你看 手臂发力的更多 其实我们呢 手臂啊 是跟随身体 身体是跟随我们的腿 看 引拍的时候是完全 基本上是不发力的 就是这种拿住的感觉 看 拿住的感觉 基本上呢 是不发力的 所以说啊 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放松 展臂 看 放松 展臂 直拍的球也是一样的 放松 展臂 看 放松 展臂 所以说啊 球友们 那么我们手上的第二点啊 大家呢 可以全屏打一波 放松 展臂 放松 展臂 我们呢 这个手上的要点啊 一定要记住啊 为什么说球友们 现在啊 正手拉球 每个其实动作呢 可能都比较标准 然后呢 也是有力量的 但是为什么 拉出来的球 没有力量 就是说大家啊 在引拍的时候 看 引拍的时候 太过于用力 你看你的前臂 是不是 那么呢 你的力都往后用了 所以说向前就没有力气了 所以说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要记得放松 展臂啊 跟随身体 放松 展臂 那么其实啊 我们这个正手拉球的 引拍第一个环节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 哎 引拍还有这么多道理吗 是不是 听完了之后啊 是不是 大家 嗯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在 引拍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脚 看 脚下 展开 收胯 身体 带动手啊 引拍 展臂 我们的手势 引拍 展臂啊 一定要放松一点 看 你的前臂 要进行展开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到 所有的力气 都在我的右半边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当你能够把这个动作 引拍的动作 做得很好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哎 我已经可以体会到蓄力的感觉 那么蓄力的感觉 就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啊 如果呢 大家现在坐在沙发上 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在引拍的时候 这个蓄力的感觉啊 所以说 为什么求我们 拉球在引 击球的时候 发不上力 就是说 你看 向后 就出手了 对不对 你看 向后 就出手了啊 所以说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这个位置 可以稍稍的 做一个停顿 你看 停顿 蓄力 那么呢 我给大家啊 示范两个 这个 嗯 小臂引拍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好的啊 我一会儿会给解答的 啊 一会儿会给您解答 来 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如何这个引拍的时候 在做啊 这个引拍呢 如何在做的时候呢 它能够有一个停顿的感觉 来 看一下啊 只看引拍和停顿啊 只看引拍和停顿 我们先把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 引拍给搞定啊 看 看 停顿 是不是 看 停顿 停顿 是不是 而不是 而不是说怎么样 大家来看啊 而不是说 你看 看见了吗 球一来 我就出手了啊 这个出手 它是没有蓄力的 你拉球 首先它就没有命中率 并且它也不可能有质量 所以说呢 引拍蓄力 来帮我发一个 谢谢 看 引拍蓄力 是不是 看 蓄力 是不是 就是我的每一下拉球啊 它都是有停顿 这个呢 就叫节奏 那么大家经常说 哎 节奏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登登 就没有了 不是的啊 就是这样 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这个是乒乓球的节奏啊 所以说这个节奏呢 就和大家听歌曲一样 它有这个低音 有高音 有开头 有结尾 是不是 有高潮的部分 所以说啊 这个节奏是每个人都要去找到的 而不是说球一来就这样 当当当当 我们就拉出去了 它就没有质量了 这是呢 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 正手 拉下旋啊 那么呢 我们第二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机球啊 第一个环节呢 我们正手拉下旋 说到了引拍 对不对 那么把引拍给大家解决了啊 那么第二个环节 就到了我们的机球 那么我先来问一下大家 第一个环节 引拍所有的球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啊 我们就全凭打一波666 好不好啊 如果大家明白了 我们就全凭打一波666 投的时候啊 大家呢 就比较关注什么 比较关注的是发力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也说过 正手其实就是出力量 你难道正手 你要这么去碰吗 你难道正手要去碰吗 是不是 引拍引到什么位置啊 稍等一下啊 好的 来我们说一下啊 我们在引拍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引到什么位置 那取决于的是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些你像男生 他的这个身体 是不是稍微的 要比我撞很多 对不对 那么呢 有些男生可能会很高 那么他在引拍的时候 那相对于怎么样 力量就会大一点 那么呢 正手下旋拉球 有些球友可能看 站在这个位置去拉 那么有些球呢 哎 可能就没有力量 他就站近台去拉 有些球友可能稍稍的 在这两者中间 所以说这个引拍的位置呢 我们其实是根据个人的 你看比如说 我基本上在引拍的时候 我是引到这个大腿的这个位置 看 引到大腿稍后方一点这个位置 看 我基本上是引到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球友们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引拍应该在什么位置 取决于第一点 你的自己的站位 以及你拉球的力量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刚刚也说到了 在引拍的时候 你只要看 前臂和大臂 不要成一条直线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也好 这个位置也好 它都不仅是你的手啊 而是说你看 身体带动 身体带动 同样是身体带动 能不能明白啊 所以说 这个位置取决于 我们自己个人啊 而不是说 来 你看 而不是说啊 你看 我站这个位置 我就这么点力量 你看 我要这么去拉 你觉得我能拉上吗 我这个动作引拍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说引拍的位置 就和我们说的出手的版型 是一样的 这个版型 首先是我们根据球啊 怎么斩小臂 好的啊 这个啊 引拍的位置啊 来 先说一下引拍的位置吧 我们在引拍的位置的时候啊 这个就和我们这个出手的版型 是一样的 有些球友就很爱问 哎 这个出手的版型 我要怎么做 对不对 同样的 出手的版型 是根据我们的球来调整的 你看 发一个 来 帮我发一个稍稍 这么高的球 你看 这么高的球 我肯定是怎么样 我要压一点球拍 你看 如果我亮着球拍 怎么样 出界了 是不是 来发个低点的下旋 那么在低点的下旋的时候 你看 我这么压 我是不是拉不上 对不对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 稍稍的亮一点拍形 你看 这个时候 我就会很轻松的就拉上了 所以说 我们的关于引拍啊 首先呢 是看您个人 喜欢站在什么位置去拉啊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关于引拍呢 是关于您的动作 就是您的动作呢 哎 可能比较习惯性 看 这么大 对不对 那么呢 你就转大一点 就没关系 那么呢 有些球这个动作 可能你看 非常的小 看见了吗 这个动作非常的小 那您就怎么样 哎 手带 身体带着手 转小一点 就完全没问题了啊 这个引拍 听明白了吗 这个引拍啊 一定要记得 它是根据我们的客 个人啊 那你说 这个球 哎 它短了一点 难道大家要引这么大的拍吗 所以说 那么第一个点啊 引拍呢 是根据个人 那么第二点 引拍是根据球 其实你引到哪 你看 短球 是不是 扳出来球 你说你引到这儿 屁股后面 合适吗 不合适 对不对 那你说 我这么长的球 我就用这么点的这个动作 能拉上吗 拉不上啊 所以说 引拍啊 是我们个人去决定的 那你引到哪儿 都是自己去决定的 那你只要记住一点 前臂和大臂 看 不要让它成为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那么在引拍的时候 如何斩小臂啊 如何展开小臂 这个球啊 问的特别的好 如果您还不知道 怎么去斩小臂的话 我建议您先去学习我们的正手 攻球的框架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正手框架当中说过 正手攻球 你看 它是有这个收小臂的动作 当你正手的攻球 能够体会到收小臂的动作的时候 你的前臂 看 在还原的时候 它就会有外展 如果球我们在正手攻球 没有收小臂 都是看 这么去推 或者这么去翻 这么去推 这么去翻的话 那么您在拉球的时候 基本上也没有前臂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看 和您正手攻球的动作 是放大板的 所以说 刚刚那位球员问 怎么去斩小臂 我个人建议啊 如果我这个 直接告诉您了 其实呢 如果您现在 比如说能拉上十个 那么可能 当你展开小臂 你可能只能拉上两个啊 那么可能还不如 现在的动作 所以说呢 我建议您 如果非常非常想改的话 先去看 先去听我们的这个 正手攻球的课程啊 先去听正手攻球的课程 去学习这个 正手攻球的框架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一两天 你都可以完整的 你看 这个攻球收钱币 就能做出来 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 去体会 正手的下旋拉球 这个时候 你的钱币 自然而然的 你看 在这个基础上 它就干嘛 跟随身体 有外展了啊 有外展了 对吧 对吧